大家好,我是语文老师刘元辉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文言文阅读 如何提合文言文阅读 因为很多同学在对于文言文阅读方面比较困难 为什么困难?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首先文言文阅读有点尖色难懂 其次是因为孩子们碰到这种东西 心里会发生抵触 他们首先没有对文言文产生一种兴趣感 所以说他们文言文阅读成绩非常差 导致他们的能力也非常差 那么如何提高文言文阅读的兴趣 这是我最近就是近年来一直在想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首先我认为要提高一个学生对于文言文的兴趣 首先我们是需要从他的历史入手的 因为很多老师在教授文言文的时候 只是把作者大概介绍了一下 其次介绍完之后就开始讲解文章了 同学们对很多比如说历史背景 社会背景对于整个作者的生活经历都不太了解 所以说导致了学生对文言文 对于一篇文言文很难产生兴趣 很难产生去研究它 去学习它的一种动力和乐趣 所以说我认为要想提高一个学生的文言文的能力 首先要提高它的兴趣 提高它的兴趣 首先是从它的时代背景出发 如果说给你一篇文言文 要让你去学习它 那么首先第一点 首先是要去了解它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 或者是时代背景 只有将一个时代背景了解透彻的 才能对让学生产生去深入了解一个作者 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 写出这样的一篇文言文 这篇文言文究竟是想要表达作者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或者是想要抒发作者的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情感 关于这一点 我认为对于一个历史社会的一个背景 这样这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经常在课堂上会反复的给同学们 讲授某一个朝代的历史背景 比如说咱们拿初中的一篇文言文 爱莲说来举例 爱莲说这篇文章是周登怡所写出来的 那么如果想要让同学去增加对于这篇文章的兴趣 那么首先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下 爱莲说也就是周登怡这个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将时代背景了解完之后 其次你可以给同学讲述一些比较容易激发兴趣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宋朝这个时代 他们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平时吃喝拉撒又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道路是如何的 房屋结构又是如何的 他们的娱乐项目是什么 他们平时都干些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些都是学生可以给学生讲述一些的 这样的话会使学生立马融入到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中 也便于学生去认识这个历史大背景 也更加便于学生去认识周登怡他这个人 从而对这篇文章产生好奇心 如果说一旦产生好奇心了 那么学生就会很自然的去学习这篇文章 会跟着老师的思路去学习这篇文章 其次我认为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 要不断的去总结 不断的去归纳 因为文言文它有很多知识板块 包括识词 虚词 古今意义 通假字 词类活用 特殊句式等等等等 那么这每一个板块内容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需要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 课外阅读中不断的去积累 不断的去总结 去归纳它 这样的话使你的文言文基础知识越来越丰富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不管是学习什么东西 不管是学习什么知识也好 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 对某一件事情的独到的见解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独立思考 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你阅读的过程中 包括阅读现代文也好 文言文也好 更包括在你写作的过程中 尤其是中考作文 中考作文的话 因为它大家普遍的 如果说你想要从中脱颖而出的话 那就必须在思想的深度上脱颖而出 独立思考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在贯穿于学生的每一个学习中 或者说是每一科学习中的 那么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关于文言文学习的 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这部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